陳觀泰 上過世紀70年代香港著名武打巨星 他是香港第一代具有真功夫的武打影星 張時代導演二代弟子有錄人 迪龍 姜大衛 陳觀泰 黃忠 陳星 鄭康葉 迪龍瀟灑衰氣 外形顏值得天獨厚 江大衛狡核凌動 二人一活一穩 成為肖氏相似星 黃忠視上海灘十三泰寶類的眼鏡 多出現在時裝片裏 鄭康葉和陳星主要演配角 陳觀泰 生得濃眉大眼 闊鼻口唇 見他一張紫面皮 一步好鬍鬆 面皮光而生亮 風神進朗 生亮灰營 氣語軒昂 男性氣息十足 說到陳觀泰 不得不體厚望陳秀忠 他十二歲拜大聖闢掛門宗師耿德海衛師 盡得真傳 大聖闢掛門結合了喉拳和闢掛拳兩門中國功夫 大聖士子齊天大聖孫悠空 逆跡喉拳 主公下三路 下巴以下的三個部位 空心莊 覆 皮 神 陰暴 闢掛 即闢掛拳 主公上三路 頭 喉 胸 又有七十二把琴拿手主公關節 擅長中遠距離黑的制性 是中國北方一種長矯帶馬之拳法 又稱披掛拳 始於明代 披掛拳被列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 邵氏動作電影紅透了半邊天 因電影產量遠遠跟不上市場追求 邵氏便開始四處開設藝人陪分班 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出大批新生代演員 在朋友的介紹下 陳觀泰抱著是一世的心態到邵氏報了明 當張徹得知他便是猴王陳秀忠的得以門徒後 當識便得到了邵氏的重用 張他安排到當家母親劉家良和堂街的班子中 主要任母子一職 彼時 周文懷和何觀昌成立了交和影業公司 得知陳觀泰武術功底不錯 變成要他擔任劇組的母子 並於同年在喬中 陳詩詩 馮艾等主演的動作片 百步追魂斬魯頭角 雖然氣氛笑得可憐 但對於一個新人來說 也算是照顧有家了 由此可見 陳觀泰的重影生崖 開篇便是滿血 喜歡看老電影的朋友 想必都不會對一代打聲陳觀泰陌生 他不但功夫高強 還高大英俊 一身靜氣 更是讓人縮然起勁 正因為有著如此得天獨厚的內外條件 使得他在演藝道路上 一路走來順風順水 塑造了許許多多的經典角色 一部經典動作片的背後 離不開武術指導的武打設計 雖然功不可沒 但作為一個各方面條件 都堪稱絕佳的演員來說 必須走到台前才能被大家所熟知 真正讓觀眾開始認識陳觀泰的 是1972年由邵氏當家導演張哲執到 一部名為馬永禎的動作電影 片中 陳觀泰飾演權師馬永禎 始終一末末驚險刺激的打鬥 陳觀泰從來不用太身 所有動作都親自完成 正是這部片子一下子打開了他的知名度 他也因此成為少士第一代用真功夫撥片的打聲 之後在動作片《紅器官》中飾演男主角紅器官 背叛師門中的金堅韻 楊過與小龍女中的過剩 二膽群英中心狠手辣的幫派大佬夏泰 演得好質度 陳觀泰所執到的電影也不在少數 有如至到自演的少年王飛鴻之鐵猴子 《上海灘大亨》 《危險人物》 《一代梟雄》 《劫血風雲》等 無論電視劇還是點一下電影 每一部都堪稱經典之作 《紅料之後的陳觀泰》 倒也沒有遇到是非 但他開始越來越忙 忙得就連從小青梅竹馬的妻子也沒法顧及 整天流連於片場 1973年 星光取燦的陳觀泰搭檔姜大衛 《的龍聯合主演了》同樣由張舌側道的動作片《刺馬》 片中他飾演三兄弟中的異哥王仲 除了功夫高強之外 還以薄雲天 次年 又在冒險動作電影《五虎像》中飾演二世《馬刀一角》 同年4月上映的少林子弟中 與少氏傾力打造的功夫巨星輔星式冠軍聯合出現 在片中飾演少林逐家大子洪喜冠 彼時 陳觀泰是少氏動作電影中《當之無愧的大合》 是一夥耀眼的影視巨星和的龍 姜大衛 虎星 甚至李小龍相比 聲明也難分霸眾 然而就是這么一位豪氣乾雲的大合 女女被捕出婚內出軌 被捉實的 是和少氏影星蔡真妮同居 未婚先人的蔡真妮為其產下女兒陳詠希 令人帶跌眼鏡的是 1977年年底 她竟然因女友為他生下的四個女兒 因此結束了這段長達兩千多個日日夜夜的戀情 從男輕女 始祖該並棄的舊思想 陳觀泰因同居女友 不能為自己丹下兒子而遇之分手 這種事情倒回上世紀70年代 似乎也能勉強接受 畢竟那是人們的思想普遍落後 實屬司空見慣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就在1978年 陳觀泰又被捕出和芳兒真丹下兒子陳進場 求此心願意了的他 終於結束了和元配的婚姻 給了為他生子的芳兒真夫妻名分 眾所周知 古龍古大俠一生沉迷於酒色 風流往事給他的小說環繞精彩 但不得不說 古大俠是濫情 而陳觀泰的最大目的則是為了求旨 1990年 陳觀泰在澳洲迎娶趙婷婷 彼時的他 早已和前妻方怡真訓度揚彪多年 而此次他和嬌妻趙婷婷的婚姻 同樣沒堅持多久變憤崩離析 2019年已經74歲的陳觀泰被捕在香港和43歲 女友湯麗萍低調結婚 一個一搏西山 一個魚郎是虎 網友們紛紛擔心曾經的一代打聲貴體不堪重複 面對媒體 陳觀泰表示 之所以和女友登記結婚 是想給對方一個名分 英雄難過美人關 勞當益壯的陳觀泰 還是比較專一的 畢竟說 他一直都喜歡漂亮女人 言歸正傳 薛爾偉 作為普通影迷 我們喜歡一個電影藝人 真沒必要過多在意圈中人的八卦日事 能夠再閒下之餘 欣賞到一部好的影視佳作 將事平凡生活中的一道開胃材 多年後陳觀泰爭說過 在自己的一生中 總喜歡打抱不平 在遇到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時 更會一拼到底 正是因爲這樣的性格 當年他和邵氏老闆邵逸夫之間的一段恩怨 曾經轟動一時 據陳觀泰本人透露 事情真相大概如此 當年 陳觀泰加入邵氏後 便得到了邵逸夫的重用 在邵逸夫的要求下 陳觀泰和邵氏簽了一份合約 義務是六年拍二十四部電影 然而六年過去了 陳觀泰總共拍攝了五十餘部電影 並寫了一部鐵喉子的劇本交給邵逸夫 沒想到邵逸夫卻不答應拍攝 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劇本公司不願拍 於是陳觀泰便打算自己籌前拍 那想境受到了邵氏的阻撓 為此 陳觀泰和邵氏之間 展開了長達三年的矛盾之爭 在強大的邵氏面前 陳觀泰仿若一隻小螞蟻 毫無抵抗之力 上方罵拜之後 他非但自此無氣可拍 還被政府發出了人身禁止令 根本就出不了境 即便之後偷偷到了台灣 也在邵氏的威懾下難尋生機 就在陳觀泰最絕望的時候 他在香港的一位律師朋友 幫他寫了一封滿含協議的詳信 陳觀泰這才得意重新復出 4月15日 廣媒曬出陳觀泰的近兆 曝光的畫面中 陳觀泰雖說鬍鬚已經佳白 但笑容中充滿了溫許 身形也保持得十分不錯 從其精神狀態中 不難感受到他晚年生活的幸福 據了解 陳觀泰從17年之後 便陷小出現在帶銀魔上 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退圈 是否工作需要看自己的體能 目前工作減少 並不意味住幕後沒有工作 據陳觀泰透露 他幕後的工作主要是幫助好友改寫劇本 作為老氣骨 難免會有氣人 即便到了晚年 也想著不斷去嘗試 基於這樣的心理 再加上去年恰巧有這個機會 所以陳觀泰便選擇復出參演電影 雖說去年的上半年非常順利 但下半年 卻因為一度患病入院治療 幸好有驚無險 不過現在的他 需要長期打針和吃藥 來控制病情的惡化 據陳觀泰透露 他的這種疾病和自己的飲食習慣有關 自個年紀大了 就應該笑吃肉 所以他便選擇吃素 沒想到一年多的時間 他的身體就出現問題 經過詳細檢查後 才得知紅白球 跟白血球很不平衡 隨時有中鋒的可能 所以現在需要長期是一種減白血球的藥 隔幾天要打重生的藥針 暫時就可以這樣控制 雖說身體不是很好 但陳觀泰的晚年生活的確很幸福 資源於他有一位小三十歲的嬌妻 兩人在長達五年的相處中 使得他漸漸明白了婚姻的珍弟 要想長期走下去 除了金錢之外 還必需要有陪伴 所以現在的陳觀泰更多的時間 事與妻子再一起 有錢人我做過 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日子 由潮到晚餵了金錢 去操作每一天 完全沒有自我 隻為金錢而奔波 完全沒有意識 從陳觀泰的話語中 不難感受到他的擴答和明了 雖然年過古戲才明白 但也為時不晚 再後來一次採訪中 當記者談到如何看待眼下的功夫電影時 陳觀泰得碳釋到 現在的投資人目光短線 已經造成功夫電影 沒有了接班人的尷尬局面 他還坦然 全世界只有中國有功夫電影 因此 我們需要去展示功夫真實的一面 但是大家再看一看 現在有幾個年輕人懂得功夫 很多都是胡亂比劃比劃 然後通過高科技來做 高科技我們比不上腦外 但功夫我們比得上 可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卻短去博人之長 說完這番話 陳觀泰不住地搖柱頭一臉唱網 而今 肖是第一代打聲陳觀泰已經75歲了 想再看他的新作品幾乎不可能 是動作影迷門的一大陷事 古戲過半 慷張就幕雖然昔日光輝不在 但頭髮花白的他依舊紅光滿面 尿性十足 最後希望這位老前輩晚年幸福安控